泰山姑子竟然公开接嫖客 还被视为制服诱惑的鼻祖 同为姑子为什么他们这样与众不同 今天小编就带领大家了解一下 我们都知道 尼姑一般是远离世俗 恪守秦规戒律受人尊敬的存在 但是为何泰山的姑子 却在光明正大的接客 甚至在古代还成了一种招牌 这其实可以说是一个时代的悲哀 而且这种例子并不是单独存在的 在历史上还有江南吴越女僧和三妙尼安 但是我们首先要知道的是 并不是所有的尼姑都会这样 就算是泰山的尼姑 也有一部分是正经的僧人 至于为什么会出现泰山姑子这个称号 其实是因为在泰山附近 从事这种事情的家女僧 和一些不守戒律的僧尼 出现泰山姑子这种情况 除了人为原一脉 其实还受到地形和寺庙香火的影响 在古代的时候 爬山可不像仙台这么方便 所以那些高一点的山上寺庙香火就不怎么好 毕竟那些心不构成的富家子 地可没有精力为了拜神仙 就不顾路途险祖去爬山 而那些愿意冒着风险爬山祭拜的人 往往就是那种 家庭贫困心有所求的普通人 而这些普通人 自然拿不出太多的香火钱 所以这样子下去 山上的僧侣就没了可以依靠的生计 为了生存自然也就有人下山讨生活了 讨生活自然要结交权贵 毕竟权贵们更有钱有资源 这样才能去支撑一个寺庙的运转 而在古代男性维尊的年代 最有权势的自然是男性 那这种情况下 一般风月场所最容易结交到权贵 泰山姑子有何天赋异禀 机翼比肩扬州寿马 今天就让我们了解一下 堪称制服诱惑开山鼻祖的泰山姑子 究竟有多厉害 而且古代尼姑庵里 有一部分小尼姑 就是从风月场所出来的 毕竟年老色衰后的风月女子 会因为生活不下去 选择看破红尘出家清修 而这类人虽然生活比较凄苦 但是他们也是最懂应酬敛财的 所以慢慢的这部分人 就会因为解决了寺庙的财政危机 可能成为寺庙中的小管事的 但是随着他们的掌权 寺庙慢慢的也就变味了 这也就造成了泰山姑子 这类群体的存在 后来再加上漂泊无一的姑女加入 这个群体就变得越来越大 而且这类不同于 其他风月女子的身份 还很容易给客厢带去禁忌质感 所以也就有了越来越多的 香客愿意为他们花钱 等到这些人脸到钱财后 他们还会进行下一步的发展 开始按照寺庙雅致的风格 来装修香坊 并聘请大厨设置宿宅 如果有需要 还会让小迷姑陪着香客 慢慢的来到寺庙的香客 也就越来越多 而且他们也能够通过 以上一系列的行为 将心术不正的香客 身上携带的银钱搜刮干净 相传虽然富商 没趣一次都要大出血 但是还是有很多人 前赴后继的去 据说泰山姑子最受追捧的时候 一餐宿宅加上陪吃 都能叫上十两银子 不过也正是泰山姑子的原因 山下的风月场所 就没那么好过了 为了讨生活 山下的人就开始想法设法缆课 但是姑子们自然不会坐以待毙 毕竟还是要靠那些客人吃饭的 于是这些小姑子们就开始化妆 以及学习风月女子必备技能 泰山姑子有何天赋异禀 记忆比肩扬州兽马 今天就让我们了解一下 堪称制服诱惑开山鼻祖的 泰山姑子究竟有多厉害 就这样山上山下内卷后 端肃的泰山就被打造成了 类似于玩乐的地方 而山下的风月场所 眼看争不过山上 就秉持着打 不过就加入的态度 一个个都变身成了假尼姑 不过山下的人 依旧不如山上的受欢迎 毕竟山上的寺院 氛围在那里放着呢 设想一下 本来是想要去上乡的人 正走在充斥着 宋经的寺庙中 羞着肃穆的香火气 却突然有一个尼姑告诉你 这些娇美不可泄完的尼姑们 可以陪你吃饭稀耍 那么你是什么心情 会不会感觉非常新奇 并且花钱请一个尼姑 体验一把禁忌之感 在这种情况下 就算你是一个十分克制的人 也不一定能够保障自己 在充满暗示的情况下保持理智 让你在不知不觉中沦陷 这大概也是泰山姑子的魅力吧 而且他们身上的反差感 也确实是北方豪放派和婉约派 所不具有的 而山脚下山寨版的泰山姑子 终究是比不过正版 慕名而来的人若是没有钱 自然会在山下体验一把山寨版的 若是有钱 那自然是要上山 体会一下真正的禁忌 后来请泰山姑子陪在自己身边 也就慢慢成为了达官富家的身份象征 毕竟在那个时候 能够挑选一名精通佛法的姑子 陪自己出游 那是有财富实力才能做到的 而且这些姑子和山下的不一样 这些姑子是能够为乡客 讲出真正的佛法的 能为自己讲经 且陪伴自己的尼姑所体现的反差感 自然是非常受达官显贵欢迎的 可是泰山姑子这一群体的出现 对那个时代来说无疑也是一种悲哀 这种风气的兴起 不仅玷污了佛门境的 更是影响着社会的风气 这也反映出了当时社会 掌握着权柄和社会发展的人 沉迷于糜烂余响了 不过幸好这种文化糟粕 终究是被淘汰掉了 好了 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各位小伙伴对此有什么看法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请不� Practiceeeee Oregon 这个问题就是了 三四十一条